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把手机锁进柜子里 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 二十一号召开秘密会议 讨论机敏性极高的两岸跟国安情报 不只手机不能带 还要安检才能进去 入场人员携带机密证 还要把切结书拿手上 就是避免内容外流 身为招委的马文君主动安排秘密会议 但他过去才被控前件泄密 案件还在调查中 民进党批评他根本肇事者变成仲裁者 马文君不只在脸书反呛绿营 不要张牙舞爪斜口喷人 更把前件小组召集人黄曙光也扯进来 黄曙光也涉嫌泄密 他也是有被告 那他应该要先辞他的前件 就是前件召集人的职务吗 马文君委员说 其他人谁谁谁 也是泄密的相关人 那就表示马文君自己 也自成自己涉入泄密的案件当中了 民进党不只开洽马文君 也批王玉敏过去身兼儿福联盟董事 却以招委身份主持虐童专案报告 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批评王毅敏根本是惯犯 过去护航顶心黑心油时候 也是担任招委 让王毅敏气得要王毅川道歉 否则将提告 我主持议事非常的公平 只是想要解决王毅敏 想要转移你们施政不力的 这样的政治操作的话 我想社会也自会有公平 民进党颁出十年前影片证明 王毅敏喊开会后 五秒就宣布散会 马文君王毅敏献争议 民进党炮火猛攻不停歇 三连新闻黄言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wen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部队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